北部有母醫學中心的女醫師被爆出無視暫緩 醫師人員家屬接種規定 擅自給自家兩個小孩打疫苗 約方解釋用的是殘留劑量 有女醫師把疫苗殘留劑量讓自家孩子插隊先打 有沒有尾把 北市府還沒進一步認定 但怎麼處理疫苗殘留劑量 指揮中心表示 6月15號就已經告訴全台衛生局因應措施 可以就剩餘的劑量來在 他能夠找得到的1到7類的人員當中來提供接種 那當然還是按照這個接種的優先順序 盡量是找1 2 3類為主 簡單來說指揮中心建議能打疫苗的診所 按照接種優先順序 事先準備好後補名單 一旦有殘留劑量 就可以在疫苗開瓶後 6小時有效期找到人施打 這個很精密的針頭 這個我可以一瓶多出一兩劑出來 所以我剩下疫苗要把它丟掉嗎 會有殘留劑量問題 主要是藥廠在分裝每瓶疫苗量時 並不會都一樣多 以AZ為例 每瓶基本上是5毫升 這樣的情況 每人一劑0.5毫升 剛好能接種10劑 但實際上每瓶疫苗量 是落在5.5毫升到5.7毫升 這樣一來就會產生殘留劑量 針對外界還有人提出 兩瓶疫苗殘留劑量 能不能混在一起變成一針 指揮中心也做出回應 目前我們並沒有鼓勵這樣子來 因為通常剩餘的量那麼少的時候 你在混的過程中 事實上不是非常標準的一個 要是執行的 在台灣還沒有充足疫苗供應情況下 每一滴疫苗都很珍貴 幾些些的殘留劑量 怎麼用 給誰用 除了合理 更要合法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BS News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